原本想說終於要將歐子的故事畫上據點 A集的旅程是否將要結束或有新的開始呢? 結果最後卻是面臨這種結局 這究竟是否是表現出現實的無奈呢? 大家好我是米甘 不論是對動畫、漫畫、遊戲、Vtuber、特色之類 ACG相關話題以及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歡迎加入已經開啟的頻道會員 可以進入會員專屬的DC群以及擁有其他會員福利 先在這裡告知 結尾會有抽獎活動的相關資訊 還請看到最後 近期Kamen Rider第一部的10年後番外篇 Kamen Rider OZ10年後已經特別上映 在日本 然後在觀看完之後可說是沒有人有開心的心情 甚至有許多人直接痛罵或認為這部是爛作 說這次的東映除了騙情懷外根本沒誠意 那又是為什麼呢? 在這裡先說我個人蠻喜歡這部作品的 這部的氣氛與鋪陳走向都不錯 東映假面騎士一直以來的OV作品 都很愛較為深層的故事走向 當然這部也不例外 能做到許多TV版中無法做到的情節 當然深層黑暗跟有沒有深度是兩回事 有一些人還回去說覺得好看的人一定是因為情懷 至少這部的情懷對我來說很扣分 但我是喜歡這部作品的 好看與否這東西本來就很主觀 也沒有一定沒缺點的作品 重點是如何說服觀眾 當然這部影片也會提出我覺得是缺點的部分 以及一些劇情漏洞吧 這部主要是延續了OZ的主題 只能說如果是對於角色身亡沒什麼重大意義 或是對於虐角色情節無法接受的話 可能就不適合這次作品 那這次究竟有沒有故意賣情懷呢? 答案是...有 而且大部分也跟戰隊的10年後系列一樣方式 把過去的情節一一拉出來 這一次不只主角群連反派演員都全員回歸 然而這也變成負評的原因之一 在了解為什麼之前我們先來看這次故事究竟說了什麼 這邊會結合已經公佈的前日談部分和TV本篇 來整理這次的故事 以後應該會再作片OZ總整理 這次故事是在說 800年前的王鷹未一次使用過多硬幣 造成自己與怪人被封印 再經過TV版紅商會長將石棺挖出來 被封印的怪人掙脫束縛活了下來 在被卡麥拉達OZ解決之後 怪人們的硬幣部分被吸入黑洞中 雖然之後又有部分從未來被帶了回來 也不確定那是不是全部 OZ的夥伴鳥怪人 暗可硬幣碎成兩半 身為OZ的Edgy 為了尋找讓暗可復活的方法到處旅行 曾經在某次暗可從未來回來過 當然也不確定這有沒有被算在證實內 反正在經過10年之後 800年前的王解除了封印復活 並將大部分的硬幣 包括恐龍連主都奪了回來 至於有沒有連接到過去劇場版部分有待考證 不過這是東印 吃出什麼的也不是第一次了吧 復活後的王將其他怪人叫了出來 並靠著強大力量想毀滅人類達到統治世界 雖然我也不懂這是什麼概念啦 但跟Z01劇場版那次有點類似 就在短短的時間內 人類世界已經成為廢墟 皇上基金會找回過去的戰士來對抗王 在外旅行的Edgy也趕了回來 並且也提出了已經找到讓暗可復活的方法 然而就在一次與王的戰鬥中 不僅一直被王壓著打 最後還為了救被王攻擊的女孩而被攻擊身亡 在最後的意識中許下了讓暗可復活的願望 暗可的核心銀幣也得以復原 而在這次最初就是暗可在戰場中央復活 而Edgy的身體則被皇上基金會創造出來的人造銀幣 Gorda佔領 又是你皇上基金會在搞事 而人造怪人佔領了Edgy的身體 得知了他的記憶以及慾望 之後出現在復活的暗可面前 在這裡也呈現出鬼絕的氣氛 首先就是Edgy雖然帶了暗可的衣服 但沒有戴著內褲 再來就是對暗可說了 穿這個比較像你 這種一般來說不像是Edgy會說的話 再加上表情上一直都帶著微妙的笑容 就好像是在呈現自己心中的Edgy一般 關於他為何會有這些反應 我們之後再談 暗可看著人們被團滅但沒人身亡後 找到了比奈他們的藏身處 先不說他們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據點 你們剛剛經歷了大戰結果幾乎都沒受傷啊 暗可出現後眾人也向他解釋了現況 另一方面王那邊聚集了四位怪人 而因為他們害怕再次變回硬幣 所以都只能聽從王的命令 就只有UVA一樣我行我術 但還是害怕王 嗯對這很UVA 還提議自己去把暗可的硬幣帶回來 而在暗可那邊已經找到了Edgy 這邊的Edgy的表現 除了刻意做出以前的行為外 某些對話也帶出詭異的氣氛 在這之後眾人都察覺到Edgy並非本人 使用了最燒錢的形態 擊敗了襲擊而來的UVA 暗可等人揭穿了GOTA的身份 為了要保護Edgy的性命 與GOTA達成協議 協助他變成OZ戰鬥就能確保Edgy的身體 然而在UVA失敗後 王對怪人失去興趣 將所有硬幣吸收後來找人類 一開始不論是Bus還是OZ都還是被壓著打 然後在暗可為了保護Edgy而被吸入王體內 奪取了裡面的恐龍連組硬幣後 GOTA變成了恐龍連組 將王直接砍爆 最後王體內的硬幣聚集在一個地方 GOTA因眼前的景象起了貪念 將所有的硬幣吸入Edgy體內 變成了新型態 這跟王也沒什麼差別啊 外型至少換一下吧 為了不被Edgy阻礙而把Edgy排出體外 嗯...這一幕我10年前好像也看過類似的 為了保護Edgy 暗可負身上去 這才讓兩個老朋友重逢 然後Bus變成了新型態後 依然被壓著打 最後昂可與Edgy的羈絆變成了新型態 用類似TP最終回的方式擊敗了GOTA 戰鬥結束後 Edgy將昂可推出體內 在昂可的懷中看到了被自己救下的女孩後 Edgy正式在這場戰鬥中身亡 整部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沒有任何後日談 只有人物哀傷的神情 先來談談個人感覺好的部分好了 整部劇從頭開始的氣氛鋪陳就非常棒 打從一開始Edgy就不是本人 在昂可復活之後 Edgy第一次出現時 就故意用木板遮住眼睛的方式透露詭異感 然後再拿出衣服給昂可時的對話 直接說了穿著衣服比較像昂可 再去找Edgy時 他的對話也時不時透露出違和感 像是某些反應讓人感覺很刻意 但不是那種為了要賣情懷的刻意 而是看起來像刻意在賣情懷 故意做出過去角色的經典互動與對話 實際上像是裡面的人為了體驗明場面而做的 有點類似那種看了某個故事後 興奮的想要親自體驗裡面的某些互動與情節 Goda在這裡面給人的感覺就是如此 而他對於Edgy慾望的理解方式 也只有往獲得力量的方向走 以至於最後他被力量的集合體吸引 他本來也就是忠於慾望的生命 整部劇中所有人的形象並沒有與過去差太多 多少有歷練與轉變 但還是有那角色的味道 Edgy的遭遇對我來說也在可接受範圍 要說Edgy為何打不贏王 為何那麼容易就陣亡 雖然曾經變成怪人 但力量已經離開身體 身上使用的硬幣和形態都不比王強 自然而然被擊敗也是必然 而為了保護人而犧牲這點 也符合Edgy的形象 他就是會這麼做的人 會造成讓人無法接受的原因 首先還是Goda的形象太過於讓人討厭 導致大部分時間都由他代替Edgy的情況 會造成人反感 但我個人蠻喜歡對此其他人的反應 不論是伊達 厚騰 還是比奈 暗克 對於眼前的人 既是Edgy又不是Edgy 究竟會有何反應 整部劇聚焦在暗克與Goda的互動上 也讓情感系確實的影響到了觀眾 而整部的氣氛也是個人喜歡的一點 Goda的營造上 在前期確實讓人感到恐怖 就是那種在違和感之上的恐懼 Goda的行為又是站在他的慾望之上 因此也達到了行為的合理性 能夠理解他為何會這麼做 而在最後以Edgy的犧牲作為結局 至於最後為何Edgy要將暗克推出體內 這其實在日本的故事創作蠻常見的 就是不要將對方綁在自己身邊 讓對方走出自己的路 暗克不離開確實能夠維持Edgy的生命 但這又是Edgy想要的嗎? 這一部並不是看完會讓人開心的作品 甚至連省思的部分也缺少了很多元素 戰鬥的精彩程度也只是海行的地步 應該說這一部的重點本來就不是戰鬥 而是在Edgy與暗克兩人的感情上 那接下來就是缺點部分 首先這一部打從一開始就定調四個悲劇了 看了開頭其實就能猜到結尾 也確實裡面塞了大量的情懷元素 不論是對話、情節、名場面、經典動作 或是大量的回憶畫面 除了Goda故意用來對暗克說的那些以外 我都不是很喜歡 那些確實是東映一貫的玩法 人物出場說說名台詞做個經典動作 放一大堆回憶畫面 為何不把這些時間拿去鋪陳故事 或塑造角色情感 這些角色本來就已經存在故事也飽滿了 為何不多花點時間在這次的故事上呢? 雖然說整部時間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要把完整的故事交代完很難 也確實感覺如果再多個半小時、一小時 這個故事能夠更完整 但編排上還是能在做取捨啊 Goda的部分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並非是這個角色而是呈現方式 這其實過去也有玩過類似的情節 但這一次算我覺得做得最好的一次 只是整部故事 都太過於著重在Goda和Ank身上 導致大家想看到的Edge幾乎沒出現 這在某層面上也是好事 但到最後反而也是缺點 關於Edge救小孩的部分 很明顯就是呼應過去 你也可以不救一個小孩 去救一群人、一家人也好啊 最後帶著小女孩過來 你們怎麼不幫她換裝啊? 在那之後都過了多久啊? 至少梳洗一下吧 而且你們是怎麼知道 Edge有去救小女孩? 這場沒其他人啊? 如果有怎麼沒人去幫忙 或是把身體帶回來啊? 然後Goda佔據Edge身體那麼久 都沒人想過要帶她去治療嗎? 之前哥哥不都救回來了 這應該也是大家對於結局不滿的部分 從故事來看 前期的鋪陳與進展都很好 但到了Uva襲擊之後 劇情就開始感進度 除了一些情感性以外 就沒太多劇情上的解釋 導致最後的發展讓人會看得莫名其妙 王為什麼會復活? 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要征服世界那為什麼要毀滅? 所以是沒有反對的聲音就是征服嗎? 然後叫出四位怪人又是為什麼呢? 除了賣情懷找本人演出以外還有啥意義 確實演出都還有本人的個性在 Uva的行為也是符合角色的性格 但就僅止於此 出來露個命然後就被吸收掉了 雖然過去其他情懷回歸大部分也是這樣 但這次主要是往前面塑造的太強 結果恐龍聯組硬幣被奪走就被砍爆了 而且在恐龍聯組那裡 我真有一瞬間以為A級會這樣取回意識 而在這之後 Goda不顧勸阻吸收硬幣 不就是拿A級的身體當容器 怎麼把A級的身體分出來後不會瓦解 還是說只有吸收進來的時候需要? 有了硬幣維持實體就不需要了嗎? 得到了力量後他又想幹嘛? 簡單來說這一部兩位新角色出了形象以外 根本不知道他們核心想要的是什麼 王就是傳統的反派不說 Goda就是一個憧憬假面騎士的皮孩 之前在平成世代forever也看過一個類似的 不過兩位boss前面塑造的強度 和被解決的速度不成正比也是問題 Boss新型態出來了 然後還是被壓著打 Boss兩人在這裡的作用到底是啥啊? 反抗軍對付了那麼久的古力斗 怎麼還只有拿普通武器啊? 不是應該人人都發一把硬幣槍嗎? 王你這武器是拿信長的來用事吧? 這皮套是10年前用到現在的嗎? 皮掉的有夠兇啊 要說缺點或抱怨真的很難說得完 很多也都是東映從舊平成就一直有的毛病 但這部還是我會喜歡的番外篇作品 我對於角色身亡之類的不會太反感 畢竟戰爭世界怎麼可能人人都玩好無傷 怎麼可能人人都死得有意義呢? 不過這部裡面其他人還真的都玩好無傷 整部劇主要的重點還是在 暗可A級和Goda的互動上 就這個層面來說我蠻喜歡的 最後的結局也是備受討論的一點 為何要這樣夾人兒子? 是之後網路劇會放上後續嗎? 這部的缺點很多部分都是東映的老缺點 我個人是習慣了也把它當吐槽的一部分 不過也有人無法接受會痛罵就是了 但也別去罵能接受的人啊 我目前最喜歡東映的嘗試 應該還是01番外篇那兩部 Varugan and Valkyrie的番外篇 感想好像還沒做 找時間再來做一支影片談談吧 關於抽獎部分 這次慕名花有提供幾張電影票 讓觀眾抽獎 也就是Carmen Rider 50週年劇場版的電影票 在3月28日以前 到我的粉絲專頁貼文留言 也請訂閱此頻道以及追蹤粉專 就會有抽獎資格 總共會抽出10個名額 1位會有2張電影票 詳細的抽獎資訊也會公布在粉專的貼文中 網址會放在資訊欄中 28號晚上可能會開直播來開獎 到時也可以來看看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